限聚令收緊再收緊 好多人的計劃都被打亂了 大家還突然好關心 邵尊的家庭生活 邵尊說了三房人輪住結 完全不擔心 Stanley上頭髮長無得剪 人生真艱難又怎辦 不是呀 她這個華登初上的造型 保持一段時間 相信TeamStanley很多人都被她這個造型 等了又等的華登初上第三季 終於有播出日期了 早派就傳因為兇手被爆 搞到林森如要重展 才遲遲都未公佈幾時想 現在華登迷終於可以收回頸 下個月18號就有得看了 Netflix這麼多東西看 有傳他們想將人氣紀錄片Tinder 拍攝劇集版 如果是真的話 不知道誰扮演幾個主角呢 嘩 怎麼猜 是家和我一樣 怎麼猜到上個月才宣佈有了昆寧 貨都未捨 說她接了一套荷里活新戲 會和布施韋利士合作 據知這套戲是講一個特種兵 退役之後加入了無人機作戰實驗計劃 去追殺殺她老公的兇手 誰知就反被追殺 咦 聽到很多動作戲 是不是沒有這麼快開工 但布施韋利士就因為 被金草妹獎說拍得太多難片 今年就特別開了一個 個人特別獎給她 不如我們說回 故事監製一家人大戰機械人 入圍了奧斯卡最佳動畫 她說很榮幸可以入圍奧斯卡 還說希望這套動畫可以帶到 現在最需要的正能量給大家 以及提醒大家更加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所以說只要有恆心 凡事都有可能 是呀是呀 做勁歌主持的Eric Kwok 都有機會現身ViuTV的Chill Club 真是沒甚麼沒可能的 咦 方丈平亦都被人說是小器的 會不會出事的 Eric Kwok就說公司是跟她說 你不用問我了 還說因為她是一個歌手的身份 所以去哪裏都OK 而且都沒甚麼比說話或者壓力她 很自由地說 她都很希望見到更多不同的歌手 在不同的平台出現 多些平台走來走去是好事 但姜濤超過了一天沒睡 就令到姜濤好擔心 我心中沒想過 要甚麼女朋友 要這個就行了 女朋友都被母親要溫暖 溫暖奴重女朋友 好慘 好多姜濤都留言叫她 堅持飲水要保重 疫情那麼嚴重 大家都要小心 臨手前 一起看看巴斯光臨的新Trader 今次索黑天王終於出現了 明天見 拜拜 永遠家